不愧不寡笑 来世还做中国人 你懂这句话的道理吗 你怎么还要说那句话 你现在去日本 你现在去日本 哈喽大家好 我是八九 我们都知道 中国的股市大跌 那昨天还有小粉红 在我那支影片呛我 今天周一开市 A股绝对一飞冲天 少在那边猛黑我大中华 那我就回他 如果没有的话 你要不要直播吃阿强哥 结果今天 中国股市最低点来到2643 当然 如果你们把这张图 攒过来看 确实一飞冲天一鸣惊人 反正在罗刹国东西 也都是反着看的嘛 对吧 所以股市反着看 好像也不足为其后 而今天一早 新华社还发出了一个跳水图 写到 早安中国向阳生长 拥抱最美的未来 结果被自己的党支部给删除了 时代太暖心了 就是现在中国 各种各行各业各种言论 都会被党认为 是不是在讽刺咱们的股市 都给删了 那最近苹果不是有出这个最新的VR吗 那有送给一些海外的网红实用体验 对吧 就是我就看在中国 有人拿来创造自己的中国股市 哇太棒了 中国一切烦恼 轻轻向了我活在我自己自我创造的虚拟世界 是经济大涨的啊 哪有说这个中国股市不行 中国经济不好 在我创造的世界反而是台股美股 而周末不是一堆中国网友 涌入美国使馆 发言求助吗 那留言来到了十几万条 结果现在又有很多的中国网友 转战其他国家的使馆 像是印度使馆 也被一些网友涌入留言 带大家来看一些图片 从此以后我立市 再也不幸国内抹黑你们的言论 我支持你们 三哥股市 分享一下你们股市成功的经验吧 我认为印度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国 祝印度股民大吉大利 能收购我们的A股吗 去你们印度那边上市 印度管理股市肯定不是外国间谍 就救中国股民吧 谢谢印度老哥了 评价介绍如何投资印度资本市场 你们是怎么为人民服务的 是怎么维护人民利益的 印度可以真正日上 三哥我爱你 我被大A迫害了 怎么移民 听说你们七万多点了 三哥你来救救我吗 不能叫三哥了 我们不配 得叫三爷 以前喷美喷印 现在我支持你们 我错了 当然啦 即便如此 还是有小粉红持续嘴硬 但我们要理解 为什么小粉红会持续嘴硬呢 我们看一下这篇人民日报的报道 上面说 当我们面临挑战跟困难的时候 语言的力量 是无可忽视的 在日常交流中 尽量避免使用消极词汇 例如 烦死啦 累死啦 玩啦 叫穷 哭惨 卖惨 把自己的苦难说给他人听 不仅不会得到帮助 还会被人藐视 轻视 而自己会越来越走不出来 所以看懂中共引导的中国社会氛围 是如此了 对吧 这也是一直强调的啊 他们要把人性的善 把人性的这个软弱里面拿掉 因为这个是 中国是一个木墙的社会嘛 那中共一直以来都在强调这样的管理方式 还有这样的人性 莫管他人瓦上霜 甚至让人民去互害批斗 对吧 即便如此 今天一早啊 还传出安倍晋三的母亲去世的消息 那这个竟然登上中国的热搜 留言啊 大家可想而知 来 在我们还没看之前 大家可以猜一下 好 马上上图片 带大家来看一下 粉红们说了些什么 恭喜母子团聚了 安倍的母亲终于熟了呢 无聊的新闻 但我喜欢 一大早看得让人家心暖暖的 哎 奥班海默 关你们什么事啊 今天再开香槟 一早看了这个新闻 竟然有过年的气氛了 我就知道这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 H1 什么意思 还差他弟弟就一家团圆了 母子团聚 可喜可贺 今天是个好日子啊 然后还是有这个中国网民啊 正常的中国网民说 A股热搜拿这个顶吗 然后这个小粉红就回 是不是你们把股市群体想的太重要了 一点都不重要 废掉 中国没有股市 社会主义是不准有股市的 对吧 你们应该废掉 亏出响啦 别激动 没炒股谁关心股市啊 也是啊 没有钱炒股啊 所以拜托你们粉红啊 继续与圣上同在 圣上在国际外交上 政治上与西方脱钩 在经济上与西方脱钩 你们粉红在民间上啊 与民主国家脱钩 要做点努力啦 太棒了 双管齐下 最近呢 日本政府公布了 本国人对世界各国好感度的数据图表 那我们可以发现 日本人对美国人的整体好感度是来到了86% 不喜欢美国的只占到了11% 对韩国的好感度啊 也是逐年上升啊 来到了52% 不喜欢的降到了46% 那反观中共国呢 日本人啊 对中国的好感度剩了12% 不喜欢程度来到了86% 求人得人啊 我们知道在这个疫情前的日本啊 对中国还没有这样好 但是呢 中国一直以来对日本就是很仇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据 中国跟美国基本上是颠倒的概念 你们痛恨现在不是军国主义的日本 这个日本跟当年的日本就不可同日而语啊 那有时候日本的动漫或是电影 还会讽刺自己以前的军国主义道路 时不时 你们就在日本那种事 而你们自己不也是在走 日本以前的军国主义道路吗 而且讲句难听的 你们还没日本那个时候有本事 你们在这个训练学生方面啊 训练这个什么童子军啊 解放军啊 那个口号宣传 还有让小朋友背炸药包 那不是一模一样的吗 这些影片难道你们都没看过吗 我可是分享了不少的 也是如你们所愿了 大家都越来越讨厌中共国了 是你们的行为 把大家推向这样的结论 按这个习总书记说的那句话 听党指挥跟党走 看了小粉红都有乖乖听话 总之啊 先把你们对日本 先前援助你们的那个建设的钱啊 全部还清连本带利的还哦 不要拿日本爸爸的钱去做了建设 然后呢又吃饭炸锅 啊算了 你们现在也没钱了 都忙着做空自己的股市 真的是伟大了我的祖国 我们还可以发现啊 中国的股市资金都在减少 而日本股市资金在稳健增长 接下来带大家来看一部 小粉红家族痛骂日本的影片 刚刚我在房间换衣服 突然听到姐姐发脾气 然后发生的一切让我很触动 你喜欢奥特曼是吧 你现在去日本住 你知道我们现在去日本住了 是怎么被前辈换来的吗 你知道日本人吵得多长风味 你现在去日本住啊 没有亲人没有活药 连姐姐都没有 我不知道哪儿了 为什么我会喜欢你这个 难来 我们就不怀疑你 看你是中国 你喜欢日本你就去日本啊 我给你讲 如果你再说一遍 你喜欢日本 我立马 提你出去 让你自己走去日本 我们是生活在和平年代 要不是让你去哪儿 你能躺得住吗 你看那些边防战事 在边边 保护我们安全 现在你坐在地上 说喜欢日本 奥特曼是居理的 你不相信中国人 不相信中国前辈 如果我在听到日本 有关系的 就是马可 听到吗 听到吗 听我说我 拉拉少收给我们 现在 我不要了 然后我再也会不想 大家有没有发现 他呛他弟弟 呛到之后才发现 我自己也穿嫌蛋糙了 我自己也穿奥特曼的衣服 然后才说 那我现在也不喜欢 这个啊 长大真的是可造之惨 就玩一个摩西 跟相不相信中国人 还有跟先烈跟祖辈 有什么关系 我不是很明白 然后跟守会边疆的那些 什么中国解放军 更有什么关系 土地是跟日本连接在一起 大家还记得几年前 中国的外宣拍了很多什么 我们的中国战士在守护边疆 你看这个海的对面 那边的岸上就是日本了 大家记得这个影片吧 我分享过 然后是什么手牵手 在那边挡住你们跟日本的视线 我都不知道 中国跟日本的距离如此之近 隔一个海沟 你肉眼就可以看到日本了 所以记得啊 日本的东西不要用QR Code二维码 也不要用 这个泡面也不要吃 这个QR Code你们不用 估计你们应该全部人都不知道 要怎么付款的 你们中国高铁也不要搭啊 里面的关键材料螺丝啊 是日本的 那全世界也只有日本生产的 高速震动下连接高铁的螺丝 是最棒的 也只有他有这个技术 所以顺便去北京啊 一把火烧了毛泽东纪念馆 因为毛泽东曾经感谢过日本皇军 要不是日本皇军啊 共产党根本不可能当家做主 而且最近非常多的赵家仁子女 都跑去日本自残留学 日本电视台啊 最近也反昏了这些人啊 结果瞬间就变成了 赵家仁炫富大会 那赵家仁啊 因为有这个利益关系嘛 所以爱党爱国我非常的理解 但身为底层的粉红啊 我就不理解了 就是底层啊 才越爱党爱国 那赵家仁就越有钱 去你们痛恨的国家自残 拿身份 然后呢 再回过头来对你们说 要爱党爱国 要打倒欧美日韩台湾 太暖心了 接下来带大家继续来看 最近又有一堆小粉红 跑去英国穿着汉服 被误认为日本服装的影片啊 我没有说 我们在国内 这是中国 我们是中国 不是中国 中国 中国 日本 这个是中国 你帮助 我爱充公 人 我阿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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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給你幾個建議啦 影片裡那個男生 頭髮要留長啊 頭髮留不長的話 戴個假髮梳起來嘛 鞋子也有換啦 什麼古代那個漢服的那種鞋子 跟什麼繡花鞋之類的 你還穿一個球鞋 你這樣似不像耶 所以請廣大的網友啊 去呼籲英國Youtube鋼琴家布蘭登 去這些地方 什麼大笨中前面 還有大英博物館裡面 找靈感 那邊非常多的中國網紅跟小粉紅 在那邊愛打開國 你看漢服耶 是漢服耶 有沒有 很秀齁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爸老師再見了 掰